恆生銀行早前日品高等法院 控告創業版上市公司 從事物業管理的恆生控股 侵犯恆生商標 要求法庭頒禁制令 恆生控股計劃改名 至於在美國掛牌 騰訊控股有持股的 內地網救平台拼多多 亦都因為平台充斥大量 和電視機生產商創為 名稱類近的假貨 創違法聲明指出要嚴正交涉 南韓早前有統計顯示 過去兩年多 中韓相同商標的案例過千宗 指中國山寨商標令 南韓企業損失合共超過150億南韓元 一個企業的商標動輒千萬元計 不少企業為了保障自己 索性先下手為強 註冊大量防禦性商標 阿里巴巴、媽媽、哥哥、姐姐和阿里妹妹 又或者是大米、黑米、黃米、藍米 以及綠糧液又或者是經糧液等等 聽起來山寨未十足的商標 其實都是由各大知名企業註冊 即是自己山寨自己 除了可以為未來業務鋪路 更加主要是防止他人註冊 近似的商標保護自己的品牌 根據內地商標法 有註冊在先原則 法律會保護最先註冊商標的人 而商標法第32條有列明 申請商標註冊 不可以損害他人現有的權利 不過一旦企業的山寨商標被搶先註冊 要打官司爭回商標 既花時間又花金錢 所以企業會採取防禦型的商標保護策略 但這種方法亦非一勞永逸 根據商標法相關規定 無正當理由 連續三年不使用的商標 在由其他人提出申請之下 有關註冊有可能被撤銷 而企業亦都需要每三年繼續註冊商標 但註冊得太多山寨商標 就會提高註冊成本 企業山寨自家商標是無可奈何的做法 除了防守 可以考慮的做法是改為進攻 例如聯合行動 考慮成立維權基金 以及一同拒絕和山寨產品較多的銷售平台合作 至於內地當局提升民眾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 可能更加重要 承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